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零妖,老一辈的人常说,每一个十年里,必定会经历一些大事,每逢久就会出现转折。 有的事情,你转折过去了,那么人生就无大碍了,如果你过不去,那么就难以继续往前了。 人生,并不容易,有些路,更是难走,尤其是上坡路,难于上青天。 李白有句诗说,行路难,行路难,难于上青天。 人生道路曲折多变,生活不会是有一帆风顺的,总会起起落落,跌宕起伏,这一生,谁都想没有负担, 但是人活着,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负担,就算上坡路难走,我们依然还是要努力地走下去,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去的。 前途是光明的,道路是曲折的。 就算是人生步履艰难,我们还是有勇敢前行。 人到中年以后,不管有没有出现中年危机,我们都要照顾好自己,尽可能地让自己在六十岁之前,准备好养老的钱,顾好自己的生活。 人到晚年,其实是一场腥风血雨。 人这一生,最黑暗的时光,集中在五十岁到五十九岁这十年,我们一定要熬过去,晚年才能幸福。 02,人过五十,其实身体会在渐渐地走下坡路。 在五十岁到五十九岁这十年里,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,赚钱其实是越来越难的,特别是这个阶段还出去赚钱的人。 更需要顾好自己的身体,不要因为忙碌而让自己的身体受伤。 五十岁到五十九岁,人还没有退休,依然要好好干活,甚至为了家庭,生活的压力也很大,子女若是没有成家,还要为他们准备一些结婚的钱财。 大部分父母都无法狠下心来不管子女,都还是自己辛苦地干活,就是为了帮扶子女,等子女要成婚的时候,自己拿得出手一些钱财买东西作为陪价,这也是一个父母要的体面。 就算是身体有些差,也依然坚持干活赚钱,劳心劳累,就是为了家庭,并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自己身上,都是在为家人而活。 六十岁之前的十年,才会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光,很多人没有熬过去,人生就到此为止了。 零三,五十岁到五十九岁,是人生中最复杂,压力最大的时光。 在这个阶段,每个人都需要拼命赚钱,或者还要用心去稳住自己的事业,为了养活家庭,这十年其实是一个过渡期,安稳地度过了,才能迎来美好的晚年生活,让人轻松地退下来,享受轻浮。 尤其是到了五十九岁的时候,是人生最关键的年纪,度过去了,人生将会步入轻松的晚年生活。 若是有些事情度不过去,心理落差很大,就会让人容易倒下,人生也无望了。 每逢到九,就是一个台阶,而且这个台阶并不好走,压力也很大。 二十九的时候,害怕步入三十,三十九的时候,害怕步入四十,四十九的时候,害怕步入五十,五十九的时候,害怕自己的晚年。 五十九岁到五十九岁这十年,将会面临很多问题,身体要过关,心态也要整理起来,生活要清理,这样步入晚年之后,生活也能够过得轻松一些。 零四,人在六十岁之前,要做好这些准备的,尤其是在五十岁到五十九岁这十年里,要开始为晚年做好准备了。 首先,你要多给自己攒下一些存款,说到底,钱还是最重要的,没有钱,拿什么去保障自己的生活呢? 自己都离有钱,这样活着才是底气,自己能够自给自足,不用看别人脸色。 有钱跟没钱的中老年人,生活上肯定有巨大的区别,自己有钱,能够轻松地想出去玩就出去玩,没有钱的人才会在生活中精打细算,舍不得花。 然后,要管住自己,不到是非,不掺和太多无关紧要的事情,静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,顾好自己的人生才是最重要的。 暂而就是维护好自己与孩子的关系,孩子大了,有自己的想法,你即使看不惯,也不必吵,好好说话,少干涉,多放手,自己也能够清静一下。 最后,你要减少贪欲。 知足满足,顺其自然地活着。 到了人生下半场,即使我们没什么成就,也没什么本事,但是日子过得安稳,其实就是一种福气。 我们不必去羡慕别人的生活,不要因为看到别人赚钱而眼红,贪婪能够毁掉所有,一旦贪欲起来,后果不堪设想。 万年生活,知足一点,减少奢望,顺其自然,一切随缘,会更加幸福。 人这辈子,其实怎么过都是一辈子,只要你踏踏实实的,心中向阳,无论遇到什么事情,都乐观去面对,那么美好的生活就会如愈而至。 幸福向来,也是很简单的,家人团聚,知心朋友几个,真爱一人,有着自己的生活目标,努力为自己的生活打拼,就算是辛苦一点,也是值得的,靠着自己的力量,满足自己的生活。 身边有人在意,有人真心对自己,便就是幸福。 人生苦短,一辈子一晃就过去了人,不要活得太苦恼,做一个俗人,过淡淡的日子人,普通而幸福,简单而快乐。 然而,人这辈子,争什么?求什么?愁什么呢? 一,争自己该争的,其他的随缘。 人这辈子,什么都不争,是不可能的。 佛正一炷香,人争一口气。 人活着,就得争些什么,才不愧对自己的一生,也不往来人间一趟。 我们付出的努力,该是我们得到的,我们就要去好好维护,该属于我们的东西,我们就要争回来。 真不是为了跟别人斗,跟别人比,而是维护好属于自己的东西,不是去抢别人东西人,不属于我们的,就不要,属于我们的,就别让自己吃亏。 人活着,该高尚并不是一件好事,至少你已经亏欠自己了,你什么都给别人,什么都不要。 本来,你可以拥有一个好生活,却因为你的老实,不懂得跟别人争属于你自己的权益,那么这不是一种宽容,而是一种傻。 人们常常告诉我们,不要太较真,其实不属于我们的东西,我们不争也罢,而应该自己拿的,就不必太客气,你太客气了,别人更加以为你好欺负。 不是你不争,别人就觉得你很好,人性都是欺软怕硬的,该争气的时候,就要争气,尽自己最大的能力,去保护好自己,别人才能对我们刮目相看。 二,一生何求? 尽自己所能,能得什么就是什么。 人活一辈子,虽然很多东西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,很多东西都是有定数的。 但是我们活着,不可以什么都不做,不可以什么都想着天能够掉下来给自己。 人活着,就要好好努力。 这辈子,求什么呢? 不过是求一个心安,求人生健康平安,求自己可以过上理想的生活,求家人都安好,求能够有人爱等等。 不是我们的欲望太大,人活着,就得求点什么,生活才能有盼头。 当你知道自己求什么的时候,你就会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,然后做好自己的事情,尽自己最大努力去追求。 在事业上,拼尽全力,为自己谋生,站稳脚跟。 在感情上,好好维护,真心相待。 君若不负我,我定不负君。 在生活上,好好努力,即使是一地鸡毛,也尽量让自己活得开心。 人这辈子,尽自己的努力了,能求来什么,那都是心安了,而求不来的,也不会勉强。 毕竟,岁月不能一直都尽好人,求而不多,知足常乐,那就够了。 三,人生无常,愁什么呢? 人们常说,今日是,今日必,今日不知明日是。 所以,我们活着,愁太多是没有用的。 人生无常,事事难料,明天和意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先到来。 我们尽管活在当下,珍惜当下,别想太多,别愁太多,越是发愁,越会烦恼。 人生本来就不容易了,不必整天愁眉苦脸的,你要开心地笑起来,微笑着面对生活,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。 做人,其实最重要的,还是开心。 与其浪费时间去发愁,就等于在辜负自己的生命。 人生不要活得太悲观,该来的躲也躲不过的,不要启人忧天,你要过快乐的生活,好好追逐幸福。 俗话说,抽刀断水水更流,戒酒消愁愁更愁。 很多事情,你愁也愁不来的,因为你根本就无法左右事情的发生,也无能为力,更是无可奈何。 正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,船到桥头自然直。 我们尽管保持一颗平常心,一颗淡然的心,一颗豁达开朗的心,去面对人生的一切。 让一切该来的来,一件件事情慢慢解决,始终都会过去的,始终都会好起来的。 人活一辈子,就让自己的心充满淡定和从容,放飞心情,笑对人生。